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1年1月17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刘耀珍 新闻首先来关心跟施打疫苗有关 为了防堵失联移工来成为疫情破口 内政部推动了与其停居留外来人口 安心来接种COVID-19的疫苗专案 与其停留的移工登记来施打疫苗 不用担心被查棄 而专案到1月31号截止 移民署罗东服务站就呼吁 在台的外来人口要赶快来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共同来防堵疫情 全台上下齐心防疫 但不知去向的失联移工 能否打到疫苗加强保护 恐怕成为防疫破口 内政部移民署启动了与其停居留 外来人口安心接种COVID-19疫苗专案 以往失联移工只要被查棄到 都必须面临遣返且短期内不得入境台湾 但透过疫苗专案 只要失联移工愿意登记打疫苗 不必担心被查棄 我们因应这一次疫情的严峻 那我们移民署在近期有推动了 预期的外来人口 安心施打疫苗的专案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专案 无论你是在台湾预期的外来人口 或者是你是失联移工 那你都可以准备你的相关身份的证明文件 就是例如说可能居留证或者是护照健保卡等等 然后到医疗院所来预约接种 那如果你对相关的身份证明文件 或者是要准备的相关资料 你有疑意的话 可以来点来跟我们移民署 宜兰县服务站或者是专情队来询问 专案在上个月启动 期限到这个月底 而且若施打疫苗上需要任何资料 宜兰服务站也能提供 与其停居留者办理统一证号服务 以及协助预约事宜 安心接种疫苗 而且在这波专案中登记的失联移工 未来也可免于入境限制 那我们在这专案期间 也就是从即日起一直到1月底 那我们不会 我们移民署跟相关的治安机关 我们不会进行通报 也不会进行查处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那甚至你在未来疫情解除之后 你想要再来台湾 那你也不会受到移民法 来管制来台的相关的规定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的专案 来有效的提升疫苗的覆盖率 来保护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不通报 不查处 不收费 不管制 为此次专案四大原则 以民署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规划 滚动调整实施期间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阿力 久而言允判委扁 在海外的地方 专案四大原则 以民网音计计划 广权不许多 专案四大原则 中央排入面